大家好,这里是涛涛 今天是2023年的7月19号,星期三 最近的瓜有点多 但是很多是只能吃不能聊的 所以咱们还是聊聊能聊的吧 OK,先说两句诗 诗经的路名 悠悠路名时野之平 我有嘉宾古色吹生 还有一句诗叫做歌于斯 哭于斯,举国足于斯 今天早上遇到了祖孙三代 老人家60多岁 妈妈30来岁 小姑娘一岁不到还抱在怀里 老人家就一路对这个小姑娘说 你是个好女孩 You are friendly girl, friendly girl 非常友善的女孩 还有一个就是路过我每次走过的那个大的那个野餐棚 里边有一个生日派对 我一开始以为只是一个一般的祝福生日 走近一看才发现 她说是100 birthday 100岁 还有一个就是今天在路上走路的时候就到了两头鹿 把那里吃草在河边吃草 这些都是能聊的 那么他们带给我的感受呢 就是在这一片聚集了各个民族的土地上 大家和平相处 种族之间和平相处 同类之间和平相处 人和动物之间和平相处 人们来自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国家 无论是追求美好生活来了 还是向往自由的生活来了 还是说是躲避战火纷飞的孤独土来了 那么到这里来之后 都可以生根发芽 繁衍 把这里视为生于丝的地方 大家一起在这一片土地上 割于丝 哭于丝 然后聚集在一起 组成一个新的民族 加拿大民族 聚国祖于丝 这两只鹿 使我想起了实境里边的 这首非常有名的鹿鸣 悠悠鹿鸣 时野之平 国有嘉宾 古色吹升 几千年以前 鹿就是中国人 中华民族的一种 吉祥的象征 凡是有鹿的出没的地方 这片土地就安祥严和 凡是有蝉狼虎豹出没的地方 一定是生态严峻 不满荆棘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体 我们作为地球中的一粒尘埃 当然如果跟宇宙相比 那就是更是尘埃中的尘埃 先不说宇宙 只是地球 我们作为地球中的一粒尘埃 我们是要柴独肆虐 虎豹横行的地方 去施展我们的聪明才智 生存技巧 去谋得一个很小的生存空间呢 还是希望能够在有鹿和马出没的地方 安心的 舒心的 泰心的 去享受我们的生活 饮住我们自己的心灵 我想可能是也跟年龄有关吧 当人在年轻的时候 一定去想着要去柴狼虎豹横行的地方 去施展一下英雄本色 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 就想着找一片安详宁静和平的土地 与鹤为伴与鹿为友 平静的生活下去 当然这并不是说 你在这片和平凝静的土地上生存 就不需要生存技巧 而是说你用不着太多的技巧性的东西 就可以生活的很好 像我们从小读三国 读水浮 鹿林108条好汉 那都是活下来的英雄 还有无数人在这些好汉背后就死掉了 这还是在太平盛世的宋朝 数年之前不是有过一个调查吗 说如果能够穿越的话 你最希望穿越回到中国的哪一个朝代 许多人以为是穿越到清朝 乾隆大帝的时候 或者说是康熙大帝的时候 开江拓土 或者汉武帝的时候 去征服匈奴 最起码也是在明朝 因为那个时候明朝 回到清 回到汉 回到明 但是实际上调查之后 大家最愿意 回到的 居然是宋朝 宋朝可是一个 激弱的朝代 打不过经国 打不过蒙古国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喜欢生活在宋朝 是因为宋朝 从总的方面来看 国泰民安 特别是民安 国泰是由皇帝的事情 是由皇帝和他们大臣们的事情 老百姓只需要民安 就足够了 你如果有才华 你可以像韩玉 你可以像范中烟 你可以像苏东坡 即使是仕途失忆 也不至于人头落地 也不至于被皇帝 当众当朝打板子 也不至于被株连的灭酒 那个时候才是文人士大夫 施展他们才华的时代 如果你要是没有才华 你有经商的头脑 那你就去到西门庆吧 也挺好 我们大多处人 只是从西门庆的这个淫乱 从他的叫做后宫 他不是后宫 他是后边的这几房妻妾 他和他们一些这种 妻妾们的这种归房 动作来评判西门庆的 这个人的好和坏 实际上两情相悦 或者己情相悦 这是一个种族繁衍下去的必要条件 那么他如果要是说是有钱 他能够使得他的那些妻妾们死心塌地的 和他在一起生活 这未尝不是一个国泰民安的表现 而且他可以通过钱财去使得那些女性 心甘情愿地去跟他生活在一起 总比你用你手中的全是 你用你自己的这种淫威去逼迫女性 就范 要更文明一些 也符合所谓的这种市场规律 当然有人说宋朝的时候有 辽山伯 有古方拉起义 这个其实每个朝代都有 而且要是翻开历史看 那其他朝代的这个 你管它叫做农民起义也好 其实比宋朝的时候多得多 而且真的是失衡遍野 时事时空 据说太平天国横扫江南的时候 中国大概损失了近一亿人口 有这么一个说法 他们也列出来了一些数据 但是这些数据也只是一个参考而已 因为真正的很难说 真的是因为太平天国 中国损失了多少人口 只知道太平天国所到之处 都是中国的最富饶的地方 都是中国的鱼米之乡 都是中国的钱袋子 他对于中国的这种经济民生的打击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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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大的 还不算他对文化的打击 在汉武帝的时候一将争成万古铺一将功成万古铺 你以为你能够是最终的那个将领吗 你很可能就是万古里边的那个一个骨头 可怜无定河边骨 游是游是游是春归梦里人 实际上在普通老百姓的眼睛里面 宋朝是最值得去向往 如果去穿越也是想穿越会的人最多的 一个卖烧饼的居然就能够有两层楼 如果在我们这里的话 就是一个town house 就是一个two bedroom或者three bedroom的town house 老百姓安居乐业有什么不好的 真的挺好 总结一下吧 见到了鹿 见到了一个一岁不到的小baby 见到了一个一百岁老人家的生日派对 还是那几个词 宁静祥和 只要你自己的内心充实 只要你自己的灵魂干净 那么加拿大是一个非常适合你的土地 如果你不想狠命的卷 那就欢迎你来加拿大 欢迎你来卡尔加利 好 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